现在我们逐一从内到外说一下清洁应该怎么做 好吧,我们先谈谈厨房 所有磁砖墙身,地面,水龙头,橱柜 要先用干湿布清理表面的灰尘污渍 别忘了清洁橱柜里边 不锈钢盆也要用省钢膏清理 壁立石上面有刮痕就要找专业承造商修补打磨 包装清洁商不会负责修补 不锈钢管子可以用省钢膏清理 镜子就用水来清洗干净 到差不多干了,再用布抹干净 排风扇,抽油烟机,电制箱,插销位,灯制位,门,门胶板和小五金等等都要抹干净 多余的油漆要清理,修口要平整,成衣直线 说到浴室,洗手盆的大理石表面就要用单面刀片和钢丝棉来清洁 再用清洗机打磨 最后在表面上拉保护 记得做完一个单位的单面刀片就要丢掉 不要再用了 免得因为刀锋损坏而刮花装修 至于大理石台有刮痕呢 就跟刚才说的处理方法一样 洗洁具就要用清洁剂清洗 别怪柄柱不提醒你啊 清洁座次要注意坐厕后面,排水口,厕所板干净了没有 如果打胶部位有黑点,可以用合适的药水清除霉菌 还要留意木器 记得先把干净灰尘污渍 然后打上加剧蜡,令木器更加亮丽 而浴室的拮据呢 好像水龙头,镜子,瓷砖,地面,浴室柜子,抽气扇,电灯制,门,门胶板和小五金等等 清洁的方法跟厨房的一样 就是用干湿布清洁表面的灰尘污渍 最后,客饭厅和房间又怎么清洁呢 所有多余污渍和油漆渍要彻底清除 电质胶器要干净 修口要平整成一直线 而木地板和墙角可以用湿布去抹 空调机要用干湿布抹走灰尘 别忘了要把隔身网拆出来冲洗啊 完成了包装清洁的单位 所看到的都要光洁如新 所有的铝窗,玻璃,木器,橱柜,门等等 周围都不能有灰尘 这就算是优质了 贵所的清洁该跟单位里面的差不多吧 对啊 一般最少要安排两次清洗 安放家具前后都要清洗一次 通常地毯会得到最后才清洁 我再多说一句啊 健身机和儿童玩具可要抹得干干净净啊 那我也提醒一下大家 告示牌还有门牌等等的装置 记住也要清洁好啊 清洁工程做好了 就好像漂亮的女孩子穿上漂亮的衣服打扮好以后 就会人见人爱 就算做工程的人都会人见人爱 所以那首歌都这么唱嘛 共创优质工许 大家分享功劳 如果地盘里每一个人都能努力做好刚才我和国强所讲的工具 再加上跟各行业配合好 就能达到优质工许的目的了 知不知道啊 国强 知道了 谢谢大家 among the